上节课我们共同学习了常见症状与体征当中的发热 这里说一下 因为有一些同学是第一次考试 四门都要去考 所以你每门课都要认真的听 那么如果是去年已经考过几门的同学 那么基础知识如果已经通过了 那么这个课程你是可以不选择听的 这个不影响你这个经典的考试 当然你有时间有精力 你说我在学习巩固 这个没有问题 可以跟着一起学 好上节课同学们 我们要讲到了常见症状体征当中的第一个问题 叫发热 关于发热我们做了一个重点的梳理 回顾一下 发热我们主要讲的第一 第二个是发热的机制 制热源发热和非制热源发热 第三个我们谈了发热的常见的原因 那么这些非常重要 还有它的伴随症状 我们就不在这里再回顾了 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 第二节 咳嗽与咳嗽 咳嗽与咳嗽在历年的基础知识 中级之人考试当中 它的分值大约在两分到三分左右 为什么能考两三分呢 是因为呼吸系统疾病的主要症状 就是咳嗽与咳嗽 所以这个常见症状 与体征对于咳嗽咳嗽 是一种疏离性的 这个总结性的一种讲解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常见病因是什么 咳嗽与咳嗽的常见病因 最常见的肯定是呼吸道疾病 也就是所谓的呼吸系统感染类疾病 那么呼吸系统感染类疾病很多 所以这个考试我认为呢 是不会出题的 我经常说阻止医生要解决什么问题 要解决一线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 也就是说好看的病 你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 比如说一个咳嗽咳嗽 到你这来治疗 那夏季医生或者住院医生 或者住陪的医生 他就处理了 因为在他的脑海中 他就伤抗认素 所以抗认素一把他咳嗽咳嗽咳嗽搞住 就不会来找你了 所以同学们 等你拿到主治的证 拼了主治医生之后 你发现好看的病你看不到了 因为你的住陪的医生 或者是你的初级之身的医生 已经把好看都看完了 所以他会问你 那个咳嗽 我用了阿末西林 用了阿奇梅素 怎么好不了呢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 咳嗽还有非感染性的 会议激动疾病 他也可以引起 我们比较熟悉的 像咳嗽变异性的哮喘 对吧 哮喘不是细菌感染 但他咳嗽也有出现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 我们写一下 咳嗽变异性的哮喘 这个大家都知道 非常特殊 叫咳嗽变异性的 他呢是使用沙丁安醇 使用孟鲁斯特有效 夏季医生可能不知道 他就是阿末西林 阿奇梅素 什么立马伟林 搞定了不找你 搞不定来找你 所以第一个 咳嗽变异性向转有可能 第二个呢 那胃食管反流病 这个病实际上是消化系统疾病 但是由于胃酸的高位反流 就位置很高嘛 他反流进了气道 这个时候病人也可受 甚至也有可谈的 甚至还有引起鼻炎鼻窦炎的 这个你有按摩西林肯定搞不好 这就非个人性的一些 引起灰系统的一些病病 你看 你以后拿到组织的资格证之后 单位拼了你之后 你要做好准备啊 你要搞这些问题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你像我们长期服用这个 加压药物的 还有肾功能不全的病人 长期吃卡托普利的 加压药吃普利的 这些人也会引起 那么你就要知道 这些也可以咳嗽 所以整体上说 咳嗽与咳痰 尤其是咳嗽 常见病三大类 病因当中灰性的疾病 非肝癌性疾病 是吧 还有呢 就是一些药物因素 其他因素导致的 很复杂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常见的是什么 然后次常见的是什么 那么这就是病因 出题多不多 不是特别多 大家呢 把思维先梳理一下 好 另一种表现 这个地方出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当然了 它是一种啊 笼统的概述性的出题 比如说下列关于咳嗽啊 说法正确的事 或者错误的事 它一般这么出 我们看咳嗽的性质 第一个叫甘性咳嗽 第二个叫失性咳嗽 这个顾名思义 对吧 甘性咳嗽就是指啊 一般不伴有痰液的 或者说不伴有分泌物的这种咳嗽 你看它一般都上呼吸道的 大气道的 失性咳嗽一般都是小气道的 或者是肺部 甚至肺泡的病变 你比如说肺炎 我们都知道它咳 什么 铁锈色痰 这个时候你一梳理 好像是 铁锈色痰 那你再举一个经典的 肝咳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资源体 医源体的感染 它就是一个病变在什么 上呼吸道的 所以它的咳嗽一般不伴有咳嗽 就是肝咳 所以你看肝咳和失性咳嗽 咳嗽性质 这个性质决定什么呢 决定位置 破案了 真相了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要搞清楚 它是考位置的 肝性咳嗽位置高 失性咳嗽位置低 这就是它背后的真相 破案就破这里了 那么如果去年已经考过了基础知识部分的同学 就这门已经过了 你可以不听这个课了 就专门听后面的各论的讲解就足够了 那如果是第一次考 那这个课程你要跟着听 好不好 跟着听 好 那么这是咳嗽的性质 第二个呢 是咳嗽时间和规律 这个咳嗽时间和规律呢 主要是 考察它对应的这个疾病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首先我们看突发性咳嗽 突发性咳嗽呢 往往是没有基础疾病的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你看 一个异物的吸入 肿瘤突然的破裂出血 这种刺激带来的叫突发性咳嗽 好理解 从字面去看就行了 不要实际 发作性咳嗽 它是指什么 正发性 这个发作指的是正发 正发性 同学们 正发性的意思是有什么气啊 缓解气 有发作 有缓解 这叫发作性 所以它一般建于什么呢 你比如说摆着咳嗽 刚才我们说的咳嗽变异性哮喘 对吧 它有缓解气的 这是发作性 长期慢性咳嗽不用多讲 大家都知道 只要是呼吸的慢性疾病 都会导致长期慢性咳嗽 所以这个呢 我们不讲解 大家也不用看 夜间咳嗽 典型的就是急性左心痠 夜间正发性的 这种喘息一样的呼吸困难 早期表现为咳嗽 后期呢 就是有粉红在谈 好 这些是咳嗽时间与规律 它单独很难支撑一提 它一般是咳嗽的性质和后面我们要讲到的咳嗽音色啊 它们是综合在一起考察一分 所以这个幻灯片啊 就这一页 我们综合在一起 大概是一份 概念性题目啊 那么音色呢 我们说丝痒 这个一般是累积了后反神经 所以你不要觉得咳嗽丝痒 是咳嗽引起的 不对啊 是后反神经受刺激 或者是受损害啊 这是产生的 因此你这个咳嗽 如果是累积了后反神经就会出现 累积不了后反神经就不出现 对吧 所以实行思想 大家一定要把定位 从咳嗽 从什么疾病啊 具体的病名上面 给我转移回来 要看到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 它是后反神经受刺 就如同前面 干性咳嗽和私性咳嗽的本质 是位置一样 大家呢 打开书的 或者是可以做做笔记的 把这个写下来 它背后是位置 是位置 好 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机密一样咳嗽 同学们 有各位同学在收看直播的过程中 有卡顿 如果有卡顿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弹幕区呢 就是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 我们呢 及时的调整 应该说 今年的整个的直播设备啊 包括这个网络都做了新更新啊 就是为了更好的呢 保证这个直播的效果啊 如果有个别的卡顿的同学 要注意一下 你使用的网络是不是 公用的像一些WiFi啊 或者是这些网络 对吧 它有的 这个可能在 有的在看电影啊 或者什么 它会有一些这个影响 这个流量啊 所以有的同学那个手机 签费了或什么的 或者是超过了多少个什么 什么流量的是吧 就限速了啊 可能是这些情况 大家切换成清晰模式 进行收看 这样的话 卡顿可能性更少一点 保证这个流畅度啊 第二个呢 叫机密样咳嗽 机密样咳嗽 鉴于百日咳 这个考的不多啊 但是从前几年 尤其是去年的初题看 个别地方会超纲 比如说很多同学认为 老师摆着咳属于什么 儿咳病啊 怎么搞到内咳来考呢 但是大家知道 儿咳叫小内咳 是吧 所以儿咳呢 这个一些经典的一些病名 或者特征性的一些表现 大家要记一记 这个不用你自己去复习 我讲你记就行了 其他的你都不用看 第三 金属因咳嗽 一般建于什么 纵隔肿瘤 主动脉瘤 脂肌管压迫 其实金属因呢 它的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呀 是高调 就是它的阴调怎么样 比较高 阴调比较高 就带来一个潜在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气道一定比较窄 所以你看那个肺癌的 靠近肺门的这种中央型肺癌的病人 那么它夜间或者是白天 它那个咳嗽声调就非常的高 像金属音 就是敲锣的那种声音 或者是两个金属块砸 撞击啊 引起的这个声音 为什么 它瞎子也很厉害 所以它背后有这个道理 你呢 把整页的PPT啊 这一页啊 你听完了 你不能死记 知道吧 也没必要死记 你只要能理解它背后的这个真相 那么如果考到这一分 你一定能拿下 是不是 回顾一下 咳嗽的领章表现 有性质 干性咳嗽 私性咳嗽 跟位置有关 第二呢 时间和规律 从字面上去理解 咳嗽的音色呢 抓住关键特征的 语言描述 那么就不要去记了 再说一遍 这张PPT 不要背 有印象就行了 好了 那么考题形式 往往都是如下这些类型 比如说这题 下列引起 发作性咳嗽的事 大家一看就知道 发作性咳嗽 它是有缓解期的 就这个意思吧 发作嘛 就有缓解 如果你们从字面上 能够理解 它是发作 有缓解 那我就在这些病里面 我就想一想 哪些病是可以 有缓解期的 哪些病我不治疗 它就一直会加重下去 那么马上答案就出来了 它不可能是慢肢 对吧 慢肢 不治疗 不控制 它是会进展为COPD的 肺结核同样道理 不抗结核 它会继续加重 肺龙肿和肢阔 都是与感染有关的 所以正确答案 选到什么东西 知悉管小船 这就是主治考试的一种提醒 就纯考概念 这个在基础知识部分非常多 在相关专业知识和专业知识 和专业实验能力里面 不会看到这种题的 因为各自测重点不一样 相关专业知识 它往往比较测重于病理机制 专业知识往往测重于诊断 鉴别诊断和治疗 专业实验能力呢 它是一种综合性考察 它有可能考表现 有可能考病发症 也有可能考治疗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专业实验能力 是要积累的 是不能一出而就的 也没办法做到一出而就 但基础知识只要你听完了 你把我讲的背下来 70分起步 60分都少了 70分起步 好 这是答案选逼 下一题 下列可以引起金属营调可受的事 那么你今天晚上听过这个课 很好 你看同学们 有的参加过去年考试的 是吧 就回顾了去年的题目 说有一些考机制的 很好 那这个题 下面你听完课之后 你不见得就记得住 说实话 哪有人说听一遍课 什么都记住的 但是你一定要会猜题 比如说说到金属音 反正我有印象 什么时候音调高呢 那就是气道要非常的怎么样 这个狭窄 气道非常狭窄的时候 就会引起金属音调的可受 所以哪一个答案 是能够引起气道的严重的狭窄 猴眼 猴眼似乎在上呼吸道 所以它累积的是我们猴反神经 因此猴眼可能是更多的特征 表现为什么 声音思 你看 这是不是知道了真相之后 很多问题就不用记了 对吧 那生代言也是一样 那猴眼不会是一样吗 那百尔壳呢 大家知道它叫鸡鸣 鸡鸣东方啊 对吧 叫鸡鸣量子 这个呢很典型 所以这样一看 我们就可以通过排除法 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 答案学的 支气管癌 支气管癌 那强调的就是大气道 我们上面是气管 两个分叉叫左右支气管 对吧 然后越分越细 后面提征的时候 我们还要再讲 这样的话大家就知道 哦原来 这个题背后 它的真相是 考察 气道 狭窄的时候出现的 金属医疗咳嗽 那么作为主治医生考试啊 每一道题目 我说了 不要求多 但是要求解 就是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会做错 好 我如果解决了这一道题 那么后面相关的题目 我都要会做 比如说 你看这个金属性咳嗽 和刚才这个发作性咳嗽 它属于一类题目 没错吧 就是考察这个咳嗽的 灵状表现的 性质的 这样的话 你作为一个主治医生 就比较合格了 因为下面几医生啊 他可能会问你是吧 你采集病史 和下级医生采集病史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 你可能会问得 更细一点 针对性怎么样 更强一点 分析的问题 更深入一点 好了 刚才讲的是咳嗽 下面就讲咳嗽 我告诉你啊 一般的咳嗽 下级医生也不会来找你 比如说粉红色痰 泡沫一样的 会有下级医生来问你 泡沫一样是什么病吗 那他也瞧不起你了 是吧 左心衰 铁锈色痰 会有下级医生来问你吗 一般也不会 所以主治考试的命题专家组啊 他们就在一起开会嘛 讨论嘛 他想我们考一个主治医生 应该考他什么呢 所以他可能就回避了一些 我们职业意识的所谓重点 就常见病啊 多发病啊 典型表现啊 他可能就不大再去考你这个内容了 明白吧 但是呢 他又离不开职业意识的内容 对吧 所以 这两个怎么样 是交织在一起的 那么谈呢 我们说 这些经典的课谈 是职业意识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下面这张幻灯片 大家看到的这张幻灯片 我们是把职业意识的这个坑给他填起来 如果你已经掌握了 那么这张幻灯片 你就是回顾一下 带过 或者是把你听课的倍数 给他调到什么1.5倍 就直接老师在这里 讲完了 是吧 你就倍数过去 就可以了 明白吗 好 那么知己管扩张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典型课谈性质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一次讲过 知扩啊 是一种异常持久的扩张 往往幼年的时候经常跑医院 所以幼年的时候呢 经常是白日咳呀 麻疹肺炎呢 麻疹后肺炎呢 或者是呢 就是知己管肺炎呢 知肺呀 就反复的跑医院 明白吧 它反复的跑医院 结果导致了某一个肺组织呢 异常持久的这种扩张 所以它这个地方 百分之百激发感染 当然极个别的知课很特殊 我们直接一次讲过 在引流非常好的上业 叫上业引流好 所以它不大可能啊 反复激发感染 那这个地方呢 引流比较好 所以它就容易排除这个分泌物 我们比如说 持久扩张 导致血管损伤 它就直接就 把血就卡掉了 所以呢 上业引流比较好 一般很难激发感染 它叫甘性知课 叫甘性知课 是不是我们直接一次学过 我带大家回顾一下 那引流不好的呢 那比如下业的知课呢 备业的知课呢 那我们就是容易激发感染 所以它容易磕龙痰 对吧 跟飞龙种有一些相似之处 磕一些龙痰 当然了 飞龙种的龙痰呢 它臭味更明显 因为它是艳阳菌为主 而我们知课呢 它可能是铜绿甲丹包 金脯等等 混合感染为主 因此它磕痰呢 也是龙性的 但是臭味不那么明显突出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 禁制之后还能分层 因为知课里面有龙嘛 有胜粗啊 有那种液体啊 所以它静置 可以分层 啊 OK 这是 自吸管的 扩张 那么第二个铁锈色痰 是肺炎 求菌肺炎 这个不用再多说了 是不是啊 黄绿色痰 注意 它点出了一个绿字 就把这个病给卖掉了 那它就是铜绿甲丹包菌 所以不要死寄啊 都不要死寄 需要寄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啊 我也会帮助你解决 比如说口诀 比如说画图等等啊 会想办法让你吃掉它 现在呢 这不需要记得 我们就 直接一试梳理一下 那么 谈白粘稠 且切拉成丝 难以咳出 我想问问同学们 如果临床上 有一个病人 啊 对吧 他长期的呢 住院了 经常往医院跑 老病人了 搞个餐巾纸 咳个痰 哎呦 那个餐巾纸都拉得很长 拉很长 那个都断不掉 可能是什么 你看弹幕区 很多同学都回答了 这个东西考虑什么 真菌感染 也就是说 你现在要回首 去审视 你近期使用的抗生素的时间 如果他是老病人 你要回顾一下 梳理一下 翻翻衣组 或者是问一问 他目前的治疗情况 是吧 可能你会发现 叫猛回头啊 拍大腿啊 为什么 我去 怎么我把某某抗生素 用了都二十多天了 用了三十多天了 还在掉啊 这个医嘱 夹在很多医嘱里面 我怎么忘了停呢 或者这个病人 在我没来我之前 他也在其他机构 也掉过抗生素 断过证 我又给他干抗生素 干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 一下子出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真菌感染 同学们 真菌感染 不是使用万古美素 真菌感染是使用抗真菌药物 一般都叫什么什么 康座 都叫什么什么 康座 对吧 很好 你看 米康座 医曲康座 好一点的 像卡薄 分禁 福利康座 这些都很贵 但是可能效果还比较好 刚才有同学的弹幕去提了 说老师今年考了一个同率甲丹毛菌 他说的今年指的是2020年 考了一个同率甲丹毛菌的治疗 那个呢 我们在汇系统肺炎 会跟大家介绍 同率甲丹毛菌 感染的治疗是使用的 头包他病 对吧 有一个口诀 叫做绿龙他定型 绿龙他定型 什么意思呢 绿龙是同率甲丹毛菌 过去的老的称呼 现在不叫绿龙了 就叫同率甲丹毛了 叫绿龙他定型 绿龙他定型 我同学很抱怨 说我会的 他去年考了 这个呢 他题库里面的题 不见得就不会出现原题 这个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因为他是电脑题库里面 随机组绢的 还是有可能的 记一下 很简单 好了 粉红色泡沫台 这个呢 就更简单 肺水肿 日间大量的 僵液性泡沫台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日间的 或者白天比较重 晚上比较轻 僵液性 这个呢 考的反正很少 往往建于什么呢 就是肺泡癌 对很好 建于肺癌 肺泡癌 他是 这个 癌组织啊 对周围组织的 周围健康组织的 一种刺激之后 产生的 一种表现 好了 这个是职业意识内容的 回顾 希望大家呢 不缺不差 对吧 忘掉的呢 记一下 没忘掉的同学呢 这一段课程 可以快进 好 谈的性质 和谈量 我们讲到这里 下面简单的 回顾一下 一些经典立体 比如说这一体 说可黄绿色 谈于下列 哪一种疾病 A 资源体肺炎 同学们 选资源体肺炎的同学啊 肯定是拖出去 五十大板了 为什么 因为资源体肺炎 他一般不可谈 他是干渴为主 二间半狭窄呢 他是卡血为主 对吧 他也咳嗽 但是卡血 也会出现呢 粉红色泡沫痰 这个前面 我们导学就讲过 同学甲胆包尽肺炎 正确 大液性肺炎 不正确 铁锈手痰 肺梗死 他一般呢 会有咳嗽 但是咳痰的几率呢 就很小 所以不大可能 出现黄绿色痰 所以正确的 当然选择C 同学甲胆包 所以里面有个绿字 不难 这个不难 如果考到了 就把这个分收下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 咳嗽咳痰的伴随症状 和他的一些检查 这个检查呢 比较简单 我们重点谈这个伴随症状 其实咳嗽咳痰的伴随症状啊 可以说多种多样 伴随症状呢 越多呢 它其实给你提供的信息越多 诊断呢 就相对于容易 伴随症状越少 诊断起来 相对于越难 你思考一下 是不是这样 我这个人就咳嗽 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这个病不好看 如果他又咳嗽 又发烧 又胸痛 又什么龙痰 又什么小民 你看 他如果半身上越多 你可能觉得 他诊断起来越简单 怕就怕那种 单一症状来就诊断 我就发烧 其他什么都没有 我告诉你 你平时工作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病很难看 报告 是不是 要找原因 方向就特别多 所以半身症状越多 相对于题目越简单 好 那么半卡血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基本上能够锁定 它是心血管系统 或者是呼吸系统疾病 当然了 也不能排除 它有血系统疾病的可能 所以大部分呢 是呼吸系统疾病 后面呢 我们在卡血这个章节 和相应的章节 我们跟大家一起介绍 我们这一节课 要重点掌握的是什么 就是第三个 叫出装子 出装子我认为呢 在我们组织仪式的提库里面也好 在我们大纲的要求里面也好 它是肯定要掌握的 我们在职业仪式期间也掌握过 但是咱们在职业仪式期间 掌握的面是比较狭窄的 职业仪式的时候 我们一说到出装子 大家马上想到 这是一个什么肺癌 肺龙肿 没错吧 或者龙胸 是不是大家能想到这些 想到这些也很棒了 说明职业仪式还没有旺光 还不错啊 它还建于什么呢 知己管扩张的 肺龙肿的 知己管肺癌的 龙胸的 炎症性肠病的 肝炎化的 先行病的 炎症性肠病包括什么 很好 弹幕区有同学说了 克罗恩病 那窥杨性肠炎有没有呢 窥杨性肠炎也可能会出现 所以同学们 这段话我们读完了呀 核心的点你要抓住 这个核心的点就是四个字 就是我们弹幕区的 飘洋过海这个同学说的 叫慢性缺氧 硬壮指的真相是四个字 慢性缺氧 这是它解体的关键 你与其花时间把肝硬化呀 或者是炎症性肠病呢 或者像法洛斯四年症的 先行病患啊 或者是慢性肺龙肿 你把这些记下来 倒不如说 我有印象就行了 然后我死死记住 储状子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对吧 你这个东西怎么会是一天两天呢 这个是储状子 它的判断标准就是 指甲这个结啊 指结啊 增出超过指尖关节 就是远端的这个指尖关节 它比这个远端指尖关节要出大 这就是储状子 不是一天的 不是一天就是慢性的 好 什么情况要导致的 缺氧 慢性缺氧 哎 哎 大木区有人提问了 说老师 肝硬化为什么会导致 肝硬化它也会导致 机体 血氧能力的降降 为什么呀 因为主要原因呢 是肝硬化病人 往往伴有什么 大量的浮水 就浮水比较多 所以呢 它会影响到 隔级的运动 就突然多的影响隔级的运动 啊 明白吧 再加上肝硬化患者它合成能力下降 就肝脏的合成能力下降 大家知道是不是 所以这种人呢 往往容易引起这个慢性的机体的一种缺氧状态 所以你看肝硬化的病人就是间歇性的也细细氧气 是吧 这是它的一个原因 所以肝硬化病人当中也有可能会出现粗壮症 炎症性肠病 克罗恩病呢 它是一种叫全身性的炎症反应病变 然后在肠道呢 表现的突出 比如克罗恩 它在肠道有什么 鹅卵石形成 有铺路石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溃疡 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肠道的表现怎么样 突出 突出不代表只有肠道表现 比如说它会引起 身上出现那种节节的红斑 会出现我们这个拱膜啊 眼睛会拱膜的炎症 是吧 这些全身表现 那么这些全身表现呢 它也会引起慢性消耗性的这种改变 所以克罗恩病呢 肯硬化结肠炎呢 它没有胖子 在说是不是 对吧 大便都不成形 一天结几次 那愧结就不用说了 理极厚重的是吧 克罗恩还好一点 没有理极厚重的人家 大便次数多 都是什么西边呢 所以它也会引起 机体怎么样 慢性缺氧 它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啊 所以肺结核没有写 同学们 肺结核没有写在我们这张PPT里面 是不是 那我问你 肺结核没有写的这个PPT里面 那你我问你你肺结核何不可以见到出装者 可以见到出装者 大家说是不是 对不对 没有写就没有嘛 哎呀 要写到 为什么 你去积累一些个一个一个的病名 那你不积累死了吗 所以我又回到这个问题上 引起慢性缺氧的 就可以到出装者 我为什么在这个点上反复的进行这个锤炼呢 我就是想提醒大家 你在职业医师阶段呢 可能因为这个考试的原因 它的难度的原因啊 所以你就被误导了 认为储状者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 明白吧 这样你的面就窄了嘛 组织就不一样 又回到我刚才讲的问题 对吧 你说储状脂可以引起 反过来说啊 就说慢性的肺部疾病 可以引起储状脂 那你住院医生会不会啊 考古职业医师的医生都会啊 所以当他看到储状脂的时候呢 他就认为是呼吸系统疾病 听懂了吧 他理解了 他认为就呼吸系统疾病 好 结果这个病人来了之后 他拉肚子 肚子老是不舒服啊 腹脏啊什么的 身上呢有点像红斑的 看得像风湿病 然后呢 从包里掏掏掏掏掏了一个小 肠镜的报告 因为他 大便不好 他怕是癌啊 所以他一查 他有个肠镜的报告 肠镜的报告你一看 呦这里面有铺路死 这个时候你知道他的颜色性肠病 然后你看他两个手 鼓鼓的 所以下级医生就会问你 说哎 老师这个人怎么有储状脂呢 那你是上级医生呢 对吧 所以你看到储状脂的时候 你作为主治医生 你就不能只想到呼吸系统疾病 因为职业医师考试 他有他的考试特点嘛 所以很多老师讲过的时候说 你就要看到这个 你就想到主治就不行了 不是说 职业那些你记错了 而是他考试的特点 使得你背的时候就背那个东西 结果一下子反到这个问题上来 你就把你打蒙了 你就觉得他出窗子是呼吸系统疾病 你就没想到 颜色性肠病 肝炎化 是先行病 肺结核 这些东西都可以导致 哎 同学们 我说到这个份上 我相信对你是有帮助的 对你考主治去猜题 是有帮助的 这也是我们专家组 去命题的时候 他要考虑的事情 对吧 他不能把职业丝的卷子 拿一套出来考虑 所以 只要思路旅行了 临场思维能力搞好了 我告诉你 你一定能过 相信自己 所以时间足够 不要怕 不要怕 你们都是考过职业仪式的人 我只不过在你那个基础上 把知识给你梳理清楚 把思路给你讲清楚 我相信你一定能考过 而且是七十分考过 好 那么这是 出窗子 所以像 这些题目 你就要会 怎么去 猜对它 首先 咳嗽 半胸痛 它不常见于什么病 你看 这种题目 是一种开放性的题目 咳嗽 半胸痛 不可能确诊什么病 所以他反过来问 不常见于什么病 肺炎 胸膜炎 气胸 肢脂肌管 哮喘和肺炎 你看到没有 它对于你 思维能力的考察 是很明显的 其实他想考虑什么呢 肺炎 会不会出现 咳嗽和胸痛 胸膜炎 会不会出现 咳嗽与胸痛 同时存在 气胸会不会 肺炎会不会 我相信 你们就理解了 哦 原来他考试 是一种 把多种知识 进行整合的 一种思维能力的考察 你就知道 不可能是哮喘 对吧 哮喘 它不会出现胸痛啊 大家说是不是 好 你看 做题 你就能理解 出题者的思路 如果你一天一天的 这样去理解 出题者的思路的话 到了 四月 这个 中下旬 下旬吧 你就不会那么慌了 对吧 你看到题目 你别怕 首先它是人粗的 对吧 人粗的 它就有 人粗的道理 你把它摸清楚 就搞定 下一题 楚状指 它不常见于下列 何种疾病 很好 很好 这里面 你就想 哪一个病 它不会引起慢性的缺氧 它不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的疾病 你就能理解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 选择C 而这个题 我如果不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讲透彻的话 你就好痛苦 对不对 你来学习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搞清楚它的道理 如果不把道理给你讲清楚 你就可能会去选干硬化 因为在你的印象中 你去学消化系统 你去选 学这个干硬化 你说职业一式阶段 有哪个老师告诉你说干硬化 可以出现土壮子 哪个老师告诉你会出现土壮子 不可能 所有老师都在讲门脉高阳 都在讲什么 这个 蜘蛛痣和肝脏 不过有人说干硬化会出现土壮子 但是你真要坐下来去翻我们九版类科学的话 它上面还真有一个地方提到了 干硬化可以出现土壮子 只不过呢 这些东西都不是职业一式所谓的重点 所以你就有可能一犹豫 你就选了干硬化 你就改了你最初的那个答案 对吧 所以我比较懂大家 因为大家在群里问的那些问题 我跟你说我太知道了 不怪你 那今天晚上之后 你说你听了这个课之后 你可能理解了 你作为主治医生 上级医生 你已经合格了 对吧 你下级医生理解不了 但是到你这里理解了 这就是主治 等到你考副主任一式的时候 他妈更变态 我跟你说更变态 考副主任一式的时候 可能你这一年的学习 或者半年的学习 副主任一式的学习 我告诉你 你都在学 我告诉你 都在学这个东西 副主任一式的考察 我们考试的时候都知道 常见病多发病几乎是一个见不到 为啥 因为你是副主任一式了 那问题来了 副主任一式一般是解决问题的最终阶段了 对吧 因为主任一式不用考啊 副主任一式还要考 主任一式这些靠屏都不用考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作为副主任一式 也就是说你代表了医院的水平了 你下级医生搞不好问主治 主治搞不好问你 问你问到你 你知识面不足够的宽 你对罕见病少见病掌握的少 你也会抗大疫情肺炎 那完蛋了 那你下级医生也会看大疫情肺炎呢 所以副主任一式 他考的大部分都是罕见病和少见病 我们复习的时候 我自己考试的时候 没有几个能用上你 主治阶段的东西 没有几个能用上你 几乎感觉自己是个白痴 重新学一遍一样 为什么 那当年上学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 那些罕见病你看吗 你根本就不看了 对吧 到副主任一式就考你 听懂了吗 所以同仁 我们现在就事论识 主治阶段 你就达到这个水平就归了 以后副主任一式 你就去研究那些罕见病和少见病 这样你水平就高 你什么都能想得到 你医院的水平就上去了 就这么回去 好 所以还有同学问了 老师 法洛士四年针也会吗 同学们 儿科的知识大家已经忘了 在儿科书上讲这么一句话 说法洛士四年针 是存活的 亲自行先行病中 最常见的疫情 当年咱们读这句话的时候 没有这个感受 是吧 当年我们读的时候 就知道 法洛士四年针 是唯一一个先行病考试当中 是有怎么样 右向左分流的 是吧 我这一说可能 部分同学有印象 部分同学没印象 不要紧 它是存活的 亲自行先行病中 最常见的类型 什么意思 存活 它是亲子 亲子就是发肝 发肝就是缺氧 没错吧 这个能理解 又是一个存活的 存活它就活的时间久 活的时间久 长期的发肝 那它就是慢性缺氧 它是慢性缺氧 它就会出现出装值 这个道德在这里 所以同学们 你看你学习还是有必要的吧 不然你就去选干硬化了 不然你就选法洛士脸针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分析 只是在自己残留的那一点点印象的那本小册子里面翻 脑子里面一个小册子啊 是当年学习残留物啊 呵呵 有的忘了吗 在里面就翻 然后主观上咬着支架一想 应该是吧 所以你就选了它 这就不符合主制考试的特点的 好 OK 讲到这里 通达了就行了 全身通达了就行了